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丢脸真的是丢到国外 西班牙政府四年前就点名 泰山福寿橄榄油参加 我们看到这个一周刊最新报道 西班牙政府早在四年前 就新闻给台湾 那么指控台湾代理商 已经习惯用各种不同的植物油 和少量的橄榄油来进行混合 再标示为西班牙制造 来为己图利 那同时点名目前 还在油品合格名单里面 泰山Domingo橄榄油 还有福寿大自然特级橄榄油 标签有问题 那福寿跟泰山发言人都表示 因为产品是在台湾分装 所以条码是台湾四七开口 不是西班牙的八四 而且油品内容 经过卫福部检验合格 事关商誉绝对不会混油 好 那有志来告诉我们一下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四年前到现在 如果当时政府 有依照西班牙政府这个行文 去注意的话 就去处理的话 可能我们不用喝四年的假油 对不对 混的这种油混很大 那如果四年后 现在还发现说 四年前人家西班牙政府 就给你警告过了 那不是很丢脸的一定是吗 而且你看现在大家说 国内你会害怕 你就会去买国外的 没想到说国外这个 也有问题很大 对 那国外进口油买来 到底分装的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 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我宁愿相信这件事情是 媒体能够取得不正确的资讯 如果《易周刊》拿到的东西是真的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大家无疑 从吃油到现在的伤害还更大 原来在帮助我们的政府 也在骗我们 那多恐怖的一件事 人家连西班牙政府都这么关心 如果以《易周刊》的这张公文来看 他应该是取得西班牙原文报导的 原文的资料 那西班牙当初为什么会发文呢 因为他认为说他们可能经济部 他有调查 他每年出口的橄榄油多少 比如说两千顿 可是台湾越卖越多 越卖越多 台湾卖的不只两千顿 对 我奇怪 从我这边出去的只有两千顿 你卖到台湾变四千顿 而且西班牙最关心的是 我们台湾每年从西班牙进口的橄榄油 怎么逐年减少呢 照理说两国贸易应该越来越多 大家都吃了橄榄油 怎么从我国家进口的越来越少 然后市面上标榜百分之百来自西班牙的 越来越多 每个都pure 所以西班牙都奇怪 它的橄榄油会细胞分裂吗 它会一瓶变两瓶吗 有可能 最新生殖技术 草铝虫的一种 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更要调查了 结果他们在四年前就已经发了这篇文 跟我们卫生署 当时说一个是卫生署 说你们的油怪怪的 因为只有我们调查 你们每个都写pure 可是我们出来的pure没那么多 你到底pure是什么 他们认为说应该有餐 有去讨 他可能有去讨 然后结果2011年两年后 他再发一次 就这两次的卫生署长 一次是叶金川署长 后来是杨署长 他们都没有处理 当然我不能说这两位署长 一定是他们的错 也许他们的部署下棋没有上达 我不曉得毕竟你出事了 你是没有处理 那现在这个到底西班牙政府 我们现在这样比喻 你妈妈到外面买油 连你的厂商 可能那些超商还追到你家说 你妈妈买的油 好像很奇怪 然后我们这边越买越少 可是你们家的油都吃不完 怎么回事 人家都已经来你家警告了 你作为爸爸的还不管 没事没事 我们家的油很健康 你妈就黑白头 小孩子吃了乱七八糟 没人管 我们家现在状况是这个样子 安德哥你不可不可怕 我觉得很可怕 真的是医院事 别可恶 没有重点是福寿泰山 在这次风波当中 被大家认为是比较安全的厂商 比较安全的厂商 但如果在四年前西班牙政府 就已经点名说 这两个油品是有问题的 他们所生产的百分之百感染 是有问题的话 那有两个情况 一个就是四年前这两个厂商 可能有稍微混一下 那现在呢 因为卫福部验出来是OK的吗 表示已经改协归正了 对不对 已经改成好了 那我们就安心了 但是问题是 那现在他已经冲击到 卫福部认为所背书的 这两张厂商的油品 那万一西班牙还是对的 到现在还是对的 那怎么办呢 我宁愿他是错的 我宁愿他是错的 因为他当初有去调查 除了量有问题 而且他是 他的公文里面是说标签 他的tank有问题 标签 泰山 那因为台湾 他如果台湾 自己制造的应该上面的码 码应该写47 对应该是写47 对 结果呢 进口的应该是写84 84 结果如果84应该是一个量 47应该是一个量 结果泰山标榜是pure 那就是原装进口的嘛 你的是pure 结果他写47 47就是台湾分装嘛 结果你上面写pure 那这个逻辑就搭不起来 pure是橄榄油里面的第二层级 对 那橄榄油第二层级的话 他如果标榜百之百的话 他应该是第二次炸的 对 那第二次炸的话 百分之百的话 他也不应该混别的油 对 那现在西班牙是质疑说 你有混别的油 他的说法是 要不然我们从西班牙进口的 就跟我们现在检调查 你自己公司的进出口 那个同业绿素 那一样的查法嘛 西班牙也是怀疑说 奇怪我的出口数字 跟你实际的台湾销售数字 是不合的 对 可见你可能有混 当然了 我们也得去给 苏卿 苏卿来表达一下 我来跟大家讲解一下好了 因为我觉得一周刊 有点外行 真的 所以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西班牙政府四年前 反映的这个内容 主要是什么 其实大家知道国情不同 所以各国的油的标准 也不一样 西班牙或者意大利 他们吃的一定都是 纯油的系统 可是大家都知道 台湾走日本系统 所以台湾很多年来 都有所谓的调和油系统 所以我们并没有禁止调和油 那西班牙这次反映的是说 你们这些调和油 里面明明不是纯橄榄油 为什么标榜的 好像讲的都一副 好像是橄榄油 所以四年前政府 政府做了什么事呢 可是他有标百分之百 所以来了 所以四年前政府 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大家如果印象很深刻的时候 九十九年台湾 卫生福利部 现在的卫生福利部 以前的卫生署 公布了一纸公文叫做什么 调和油标示的最新规定 这个公文在一百年三月正式生效 这个公文大家告诉什么 就是因为现在大家调和油标示的太乱了 骗太大 所以政府从九十九年那张公告 就跟他讲我规定你一定要怎样有调和 一定要在上面给我标调和油 所以这一次大扫大扫荡大鸡茶的时候 为什么有些东西下架 他说我有标我成分都标后面 他说不行 你正面没有给我写用显著的明显的字眼 就不行 而且那个和还只能写合作的和 不能写和林的和 第一个一定要不要调和 这是他的新规定 第二个他还告诉你说 你不只要告诉民众说我是调和 我不是纯油之外 我还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叫什么名字还有规定 如果我那个东西没有百分之五十以上 我不能叫橄榄调和油 为什么橄榄调和油橄榄就要五十趴以上 所以大家看这个时间点 九十九年政府做了这件事一百年生效 跟西班牙反映的事情其实是一样的时间点 所以你要想说政府他有没有做事 深决政府有做 他有因为他认为你反映的是 我这边一个调和油的现象 跟你国家的国情不一样 那我当时第一次回应给你的 大家可以看他第一次回应给你的公文 就是我国其实是允许调和的 这是我们本来就可以做的事情 那后来你又来很生气了 对不对 那我再做一件事情说不好意思 那我下了一个政治的公文高达 大家要诚实的标示 如果你有要告诉大家 所以你要告诉我说政府没有反映 其实这不是因为这其实是一场商战 怎么说大家觉得说西班牙会关心我们 他们才不关心我们 他们关心的是他们生意 对因为如果你们大家都这样搞 我还卖谁呢 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 我觉得这种相怨的说法 你卫生福利部你定出这样规矩 你是不是在自圆其说 不是 我觉得是你在自圆其说 人家这么样看中自己的产品 他错在哪里 西班牙不告 不尊不重视自己的东西 这个错说法我听不下去 我的贸易本来就要遵守人家活力的 你自己生产的产品 我生了小孩我会不重视 对不起 你说这样西班牙 你将西班牙吞得下去吗 我用的是你西班牙的品牌 我用的是泰山 你相怨的作法 你定个规矩说我调和可以 人家认为不可以 不是 台湾多年以来一直调和 我不是为了你西班牙而定的 我多年以来都是允许调和 那你台湾 你既然是调和人 你要写47台湾 我觉得是应该重点 台湾至哪里 有 第二个部分 你这次也有管吗 你也没管吗 对不起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大家请稿 你不能一直为 卫生福利部讲话 我觉得太夸张了 我觉得大家要遵守法律 法律从法律去讲 不是说外国人说怎样 我觉得对 外国跟我们法律不一样 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我是觉得关键可能不在法律 而在说这两款油 是西班牙说 他标榜百分之百 橄榄油 他标榜的是百分之百橄榄油 那我们这次大统查出来的 47的意思是什么 但是台湾至少 所以现在我们民众关心的是 这两款在卫福部认为是OK的油 它有没有百分之百 47呢 47是告诉你 我在台湾分装 对 这就重点来了 人家在意的是 我是纯的东西 你在那边分装 你又跟我说你是百分之百 这个是OK的 我分装不代表我添东西 我告诉你 这个里面他并没有质疑 他们这两款油是不纯 他质疑的是说 你明明是我西班牙进口油 为什么你标的是47 你是不是有 他讲的不纯是其他事情 这要分两段讲 我懂了 我知道了 他那意思是说 如果你那个 为什么是47 可是你偏偏你47在这边分装 你又告诉人家 你是我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也就是说 西班牙质疑的这两款 是他的标示问题 对不对 不是他油品的纯的问题 所以你不能写原装 你在台湾经过分装 你就不能写原装 这是重点 但是我可不可以写西班牙进口 所以这些他们在查的时候有一个重点 如果你告诉我你的油是西班牙来的 你只是在台湾进行分装 我要做一件事情 那我查里面的脂肪霜 应该跟西班牙给你的是一样的 对 所以如果这些见过在台湾分装的 我是要看你外国的来源证明的 应该要再查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 当然你可以直接说 政府不够积极 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 国家都有国家的一定的法规 每个国家法规不一样 就像美国可以用瘦肉筋两种 我们现在还是只能用一种一样 那美国不能台湾写说 不好意思 我跟你说 你美国都不能这个 类似这样 不过我觉得肃清这里重点不在于调和油 以及台湾能不能分装 当然可以分装 当然可以调和 问题是这两款 他西班牙都有指出 他标榜的是百分之一百 大家仔细看到 这边字是蛮小的 但是这边 这边的这个油品标榜我是百分之一百 从西班牙进来 然后西班牙执意的是说 你这边还挂一个我们西班牙的国家 对不对 然后这个品名有一个叫做Domingo 听起来就是好像来自西班牙风的 虽然我们知道Domingo是意大利 对不对 但他取名叫Domingo 对不对 所以他西班牙也有执意到说 这些也是百分之百的油 因此我们一开始在打击 这个油品犯罪的时候 其实就是质疑他百分之百都混 都餐嘛 对不对 都餐嘛 所以这两款油 我觉得政府可能还要再查一下 他究竟到底有没有餐 对不对 如果有餐的话 那就这两家好好说明一下 我们去买百分之百 从国外原厂就有都没有拆封过 他应该进贯八十四 八要有八十四 那现在西班牙就说 你不是全部都从那边试 应该想说是本尊就从那边过来了 而是你在那边分装过 你就不能够用这个 他没有用 他用的是四十七 像你不能写说他是进口的 潘老师这件事情怎么看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他标示不实 就是说他在钻法律漏洞 也就是说他明明是四七开头的 台湾分装的调和油 但是他却用八十四开头的西班牙原装 橄榄油的在广告 对 所以你台湾的卫生主去查的时候 我就是四十七啊 但他你给人家广告的感觉 就是八十四 对 那西班牙政府因为了解这两家公司 跟他进口的东西 他查过 所以他知道你进口的都是一般的散装橄榄油 或者说残渣橄榄油 你怎么会广告广告出 变成我是百分之百的油 而且离谱到怎么样你知道 某一家在上面写 他说我这个油啊 是西班牙皇家认证品尝师 亲自鉴定的橄榄油 那我请问你 你如果已经分装了 你凭哪一条跟我讲说 你这个油是我皇家品尝师 亲自认证的橄榄油 你凭哪一条这样讲 皇家品尝师 那再来就是说呢 跟安德刚刚讲 他旁边 对 他旁边又写一个百分之百的 纯橄榄油 所以呢 洪素卿讲的是呢 他在台湾的标的那个商品的 四七开头是符合台湾的法令 但是他整个宣传 通通都是按八十四的在宣传 从国外进口 那不可以这样子啊 对不对 那所以因此呢 西班牙才会觉得说 我并不是不知道你们四七跟八四嘛 所以人家是提醒你说 你既然用四七开头 那麻烦你用四七的宣传去宣传嘛 我常常讲我们考虑一件事情 要考虑什么是黄金标准 那今天 卫福部说我检查过没问题 那我们心里要想说 这个是不是黄金标准 对 我们也承认检查这个油的脂肪酸 有他的一些困难度 包括是受到季节天后等等的影响 每一批每一批的影响 所以这个其实检验部分 其实就存在很多的困难跟问题存在 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的黄金标准 事实上是在价格了 不是在检验 真的价格不合理的绝对不可能是真的 坦白讲天下这个古所有人讲的定理 到现在都还完全存在 只要赔钱生意没人做 对 我不可能在台湾卖的比西班牙原产地更便宜 对 而且便宜还是有一个距离 你知道吗 事实上是这样 对啊 那我问你那厂商是怎么样 把自己的老婆太太都卖掉 然后来做慈善事业吗 对 可能吗 所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需要检验设备 我就知道这个事情一定是有鬼 有问题 对 所以我们卫福部呢 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加把劲 该做的事情还很多 因为他下面管辖很多食品 另外一个食品呢 也是中标的一大堆 来这雅芳来告诉大家 在同叶绿素那方面 这中标的更多了 对 继统一生机的明日夜精力汤 这很多癌友会喝的 真的 精力汤 那卫标是同叶绿素那被罚之后 统一超商也出包 因为去年委托陆氏公司代工的抹茶凉面 也被发现餐同叶绿素那 而且恐怕已经是全被消费者吃下肚子里面了 好 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冯润兰就指出了 一元贩卖的同叶绿素那 是给这个12家下游的业者 那么其中有5家违法添加食品当中 那分别是上红公司制造的粉圆 洛辉食品的鱼板 蓝羊公司的湿海带 还有新城国际制造的湿海带 以及陆氏的凉面 那国内模范食品大厂南桥也注意一下 他们根据苹果日报报导是桃园检调发现 南桥三年前就知道面里面添加铜业绿素那 两年来生产了一万两千箱 赞齐大扇抹茶蕎麦面 都被我们吃进肚子里面 那检方按照涉嫌诈欺等罪 预令南桥副总裁李刊文等四人 以20万元到100万元不等交保后传 好 所以这个同叶绿素那 给我们的教训是 凡是加工品绿绿的 我们都会怀疑会打一个问号 尤其是面食 面食是不能加的 最好就像潘老师讲的 我们下那个白面 自己加那个菠菜就好了嘛 对不对 自己加菠菜 好 那这次真的是越来越大 本来是面有没有 是这个叫做五木拉面 绿色的菠菜面 蔬菜面 好 现在多了什么呢 粉圆 粉圆为什么要有绿的呢 粉圆有绿色的吗 他们什么要加 七彩色的那个吧 抹茶粉圆大 抹茶粉圆大 我们吃的那种磨磨渣渣 对不对 好像泰国来的 或者是剉边里面 剉面里面那种方形的QQ那种 有那种抹茶藕仪 它就是有地瓜园 藕仪跟绿色的那种 所以绿色的这些冰凉饮品 这些东西也要注意 鱼板 鱼板的绿色在哪里 原来在这个花朵旁边的 这个树枝 这个树枝是绿的 仔细想想看 那真的是绿的 那我现在不禁也要问起 那红色又是什么了 对 胭脂红 好 胭脂红 那另外海带 海带的确是有的时候需要绿 绿的一点 那表示它本来可能不够绿 我跟你讲 海带之前 我们不是比较担心说 它是用什么泡的 没想到它现在也可以加 对 所以泡的还可以添加 对 所以都是问题 这个海带 所以换句话说 铜叶绿素纳越挖越多 越挖越多 换句话说 我觉得我们现在消费者 看到绿的东西 先暂时止步一下 可能会比较好 对 好 这个是铜叶绿素纳的问题 那另外我们不管怎么样 每天还是要从饮食当中 得到非常多的健康 跟宝贵的身体器官的营养 对 那我们待会儿先进完 广告回来之后 告诉观众朋友 五大抗癌的食材 究竟有哪一些呢 广告回来就告诉你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我们先把这个油跟同学 去拿撇到一边 毕竟我们身体健康 还是最重要的 还是要妨碍排毒 对 没错 妨碍排毒 在这边我们要公布一个 五大抗癌的食材 来 第一个是什么 好 第一个就是茶叶 对 好 那么茶叶因为主要 大家可能知道有茶多分 C也很高 那成分就有儿茶素 黄酮类等物质的这个茶多分 像咖啡因甲 还有杂链多糖类 维生素C等等 那它成分跟这个什么 茶叶的成分跟功效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它的一些作用 包括抗氧化 酱胆固醇 很多的一个影响都在里面 所以它最主要的就是茶多分 茶多分 对 茶多分 这边来问同学 很重要的 绿茶富含最多的茶多分 对 所有的茶里面比较起来 能够抗氧化有助于防癌 因此我们泡茶的时候 最好用滚烫的开水 泡越久越好 有助于茶多分的释出 也比较健康 是这样子吗 好 泡茶白就用 泡越久越好 而且要滚烫 开水也要烫出来 把那个茶多分给烫出来 好 错错错 那怎么样 那应该用冷的吗 不是 之前 所以说冷泡的话 因为温度比较低 而茶数会泡出来比较少 可是 就少了吸不出来 所以这个好像真的会比较多 可是是不是越热越好 这应该不一定 而且如果越热 而且泡越久 其他茶碱 或者什么单磷 也会一起跑出来更多 所以你可能同时那个多一些些 其他就会多更多 而且热水一泡 大概C也杀死了吧 对不对 选我 选我 好啦 我最清楚 因为我才刚去那个 靖刚采访完 那个绿茶 靖刚是 然后你知道他们怎么泡茶吗 他就告诉我说 这个茶叶 因为大家都选一新二业 那种清茶 然后一定要用60度的水 他说不能太高 所以不是越烫越好 不是越烫越好 你靖刚的绿茶很有名 对 而且他要拿一个沙漏 就是他说那个 就是一倒下去之后 热水一倒下去之后 然后马上倒过来 然后漏完之后 就要马上喝 所以说绝对 你却到快速 对 所以绝对不是越热越好 而且也不会是越泡越久 越泡 第一个不要泡那么久 要把它喝掉 第二个是不要泡 大概差不多六七十度的 那这应该是标准答案的 靖刚来的 而且实际看到 人家讲的 对 来有志 靖刚讲完我就不敢讲了 那警察局泡茶泡比较久 因为警察局泡茶一般 其实也有 警察局 他泡完茶 他里面会泡 但是我们都有个习惯 其实不滚烫的 我们都不太会喝 对 会在里面泡一下 但是所有的泡 泡茶老手的跟我们讲 茶快拿出来 快倒出来 但是太烫的时候 我们会手在手上这样 滚一滚摸一摸 让他再降温一下 所以我觉得滚烫 应该毕竟就是 所以有两个错 你们大家都觉得有两个错 第一个 不是越烫越好的水 不是一百度 像这个孟然就讲 六十度 是可能比较好的 第二个不是泡越久越好 三位专家怎么看呢 那我们希望多吃一点 茶多酚 来看癌 来一二三 全部都是错 那这个江医师来告诉我们 为什么是错的 好 真的是静刚那样讲的吗 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维生素C会因为热水迫害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如果泡太久 维生素C不见 那第二个麻烦的问题 你知道吗 根据台湾自己做过的研究 茶泡久了 以前说不能喝隔夜茶 所以很多人怀疑 为什么不能喝隔夜茶 或者说茶 为什么不能泡太久 一个问题就是说 后来发现泡太久的时候 尤其是热水很高的时候 又泡很久的时候 重金属会释放出来 那茶有一个先天 那个茶树有一个先天性的特质 他很喜欢吸收 那个土壤里面的铝 这样子 所以他不但有重金属 他甚至有铝 在你泡太久的时候 铝的释出量都会增加 你说铝啊 金字编那个铝 因为他是耐铝植物 真的啊 那有个大麻烦 就像 那铝就跟那个失智症有关系 而且你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们台湾 到底有两百四十几万的人 是属于胜功能不全的 这些人铝摄取都有困难 排放有困难 所以你把茶泡太久 就会吃到很多的铝 吃到其他的重金属 那你可能就会有很多 排放不良的困难 造成骨头的病变 神经的病变 那是不是照这个 金刚梦兰讲的 这个就是六十度 然后泡起来就喝 我觉得铝茶六十度是有点低 我觉得低来叫它八十五度 你的多分的摄取量会够 那我们太高温 会不会反而杀死了很多茶多分 还是不是 他就要靠高温 茶多分还好一点 茶多分 之前的研究发现 茶多分在发酵的过程中 有一部分会慢慢被迫害掉 对 可是茶多分基本上是耐热的 是耐热的 所以他基本上不会太容易说 因为温度太高 坏掉 不过之前冷泡热泡茶也有区别 就像刚才讲的一样 就是说冷泡热泡 他出来了多分的量 热泡比是多 可是种类是不一样的 冷泡茶 对没错 出来的多分的种类跟热泡茶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交替的喝 偶尔喝冷泡 而且还要看品种 对当然 它多分的耐热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多分 虽然只有两个字 但其实好几百种 好几百种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同学 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依序这个热茶的概念 那我们发烧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喝冰茶 因为一方面有这个耳茶素释出来 增加免疫力 那另外一方面还可以降温 发烧的时候是不是就要喝冰茶了呢 一方面降温 一方面冰茶你看 多多少也释出一些耳茶素出来 而且那时候如果喉咙不舒服 会痛的话 喝冰的比较舒服 对啊 是不是这样呢 不一定 叉叉为何不一定 因为外国人小朋友 如果有那个喉咙痛 不是都给他吃冰淇淋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如果吃抹茶冰淇淋 应该不好 再加一点糖尿充 但是好像又觉得 如果喝冰 好像又有些中医又觉得不可以 可是我想真的啊 外国不是喉咙发炎 就给他吃冰淇淋吗 所以我觉得应该 只要吃得下都可以吃 应该适度吧 就是不要吃太多 所以外国人发烧就喝冰茶 那台湾人就不要喝 好那三位专家怎么看呢 发烧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喝冰茶 一方面耳茶素增加免疫力 二方面降 全部都错 林永老师为什么是错的 其实大家知道 其实茶 当然我们都用表面的感觉 你发烧了 那我跳到冰尺里面就好了吗 其实不对 因为身体会有反应 所以一般茶 大家都知道茶是利尿的 那另外里面的茶减 其实反而你利尿之后 你的体温反而是更容易升高 这样子喔 对 反而是 尤其是浓茶 尤其你泡冰 所以茶减会促进体温升高 对 茶减还有一个 所以没办法降温喔 对 还有咖啡因 你想想看你喝咖啡因 反而会刺激 更刺激 你在发烧的时候 你可能是你在发炎的 但是你咖啡因过多的时候 反而你会刺激你的这种 形成那个旋律循环 那你这个热反而是不容易降的 这反而是颠倒 那你感觉口感是冰的 对 那个是只是短暂的而已 所以尤其是越浓的越不适合 尤其是刚才有 下面有提到 尤其是癌症病人 很多人以为说喝茶防癌 或者抗癌 就会大量的喝 可是咖啡因不是可以利尿 利尿我一直跑厕所 就把那个热给代谢掉 我多喝水不是好吗 没有 其实我们要散热 最重要的其实是靠发汗 出汗 那我们排小便 其实能带出热量很有限 有限 那咖啡因在这个地方 的确是不好的 因为你喝咖啡因之后 它利尿之后会脱水 就违反我们整个对抗发烧的原则 我们希望它有足够的水分 可以发汗 而且人发汗的基准很奇怪 你各位大概都有经验 譬如说你运动半天 对不对 对 那你缺水的时候 你发现你没有什么流汗 可是一杯水喝进去 就突然间你就发现 大量流汗 其实不是那个水被你吸收掉 然后跑到毛细孔跑出来 其实不是 不是 因为你身体本来处于缺水状态 他不敢排汗 对 那你水进来够多了 他才敢排汗 那咖啡因就抑制这个效果 因为他把水都从小变成带走 所以你一直处在一个水分不足的情况下 你根本不敢发汗 所以你体温就没办法降下来 了解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发烧的时候就不要喝冰茶 对不对 喝点什么温开水 热开水 搞不好还比较好一句 连茶也不是很建议 茶不建议 好 所以这个是茶 那我们既然这个茶是这个五大 抗癌的好食材之一 那我们就要买茶 对不对 买茶现在大家担心的跟油品一样 我跟你说其实茶混得比油混得更凶 对不对 因为我们节目有报过 那个台湾的那个进出口产茶量 而且你知道我昨天还查出来 我们产茶量逐年递减 逐年递减 因为气候的关系 气候暖化的关系 我们那个采茶量逐年递减 但是我们国人喝茶的量越来越大 差别越来越大 那那个差距到底 你就从来来 之前农委会他们在 农委会在那个立法院嘛 那个时候在做预算编列的时候 他们理法委员有关注这个问题 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 你如果真的是台湾国产 你要让他们可以标 比如说国产茶之类 然后其他就看怎么处理 结果那个他们自己的官员就说 其实我们一年啊 大概要进那个1.5亿的 那个原的茶的萃取物 萃取物 萃取物去哪里呢 然后那个立法委员就问他们说 那萃取物去哪里呢 他就说这个这个 这个大家都喝很多茶饮料吧 对啊 都是那个罐装的茶饮料 他说那个萃取物 他那以为是台湾的茶叶萃取物 不是都是全部进口的 因为那些标明的 也没有标说我是台湾茶叶萃取物 他就是茶叶萃取物 所以你以为说 因为我们喝这么多茶 应该台湾的茶市场很蓬蓬 没有 这些其实外国的萃取物加进去 甚至标乌龙茶 感觉上好像是台湾 其实也不是 对不对 那潘老师来告诉我们一下 我们怎么样来辨别 台湾茶跟越南茶 为什么我们讲越南茶呢 因为我们茶进出口资料 我们从越南进口的茶叶 是最多最多的 但市面上看不到任何标明 越南茶的字样 都混到台湾茶里面了 对我们的这个茶叶 因为我们的这个种植的 这个海拔 它是有一个规定的 那在这个一定的海拔上面 因为它天气比较寒冷 所以它生长的速度 是比较慢的 然后昼夜温差也比较大 所以它的这个茶叶呢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就是说呢 它的苦涩味很低 这样子 对 苦涩味比较低 然后香甜度比较高 叶片也比较厚 所以因此呢 你要辨别台湾茶跟平地茶 除了从外观上 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高山茶 它的这个叶子比较厚 叶圆比较锐利之外呢 其实从口感上面 也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我刚刚就特别提到 生长速度慢 昼夜温差大 它会造成苦涩味下降 然后呢 香甜度增加 所以你如果喝他们的茶 他们是会偏色 或者有奇怪的香气 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那因为我们基本上来讲 它跟这个所谓的这个 海拔高度有一定的关联性 因为海拔高度如果越高的话呢 它的价钱就会越高 对 没错 因为它生长的速度又越慢 对 然后另外呢 在检查的时候呢 他有现在也开始 又用机器去剪 因为你用人工 你用人工去踩 非常的缓慢 而且你踩的时候呢 你会注意 就是一星二叶 对不对 或一星三叶 你的人工会很小心的踩 对 但是你如果用机器 像这个图片上 你可以看到两个人 用机器去剪的时候呢 他虽然速度非常的快 但是这个机器 绝对不会去认这个位置 所以他剪出来的都是一叶 或者是不完整的叶片 对 所以你只要泡完之后 你把它摊在那个桌子上 你随一看 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你看南投的机器剪的茶叶 大概是200到800元 我们买的茶叶好像也都是这个比较多 山林溪的首彩茶 就1000到3000了 阿里山首彩茶 1000到3000 这海拔越来越高了 临山首彩茶2000到5000 大鱼岭首彩茶 4000到12000 那你真贵啦 这么贵 但是市面上到处都充斥着阿里山高山茶 里山高山茶大鱼岭茶 有没有 一公斤不知道一两百而已 那这些茶是哪里来的 后来大家就说了 说原来是怎么样了 原来这个是这个泰国大鱼岭 越南阿里山产的茶 就混着 这是网路的笑话 接下来看第二个看来好吃材是什么 好 第二个是青鱼 好 那青鱼最主要的妨碍成分是维生素D1 还有重要的 奥米加3脂肪酸 好 相信我们大家也觉得不陌生了 对 那请问同学 那既然青鱼的奥米加3很多 对不对 那它多最主要分布在哪里比较多呢 是在鱼眼的周围 还是在鱼肚 还是在鱼背以及鳍的地方 还是鱼尾巴呢 下次我们煎的时候 去抢鱼吃的时候 鱼尾巴还有 对 到底是哪一个成分比较 哪一个地方比较多呢 鱼肚 鱼肚 鱼背 好 看起来答案不一致 观众朋友你认为 青鱼的奥米加3在哪里比较多呢 广告回来就告诉你 欢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学会 好 同学们有的答鱼肚 有的答鱼背 看了蒙成分比较大 对 好 那江医师告诉我们 其实奥米加3脂肪酸 青鱼是哪一部分比较多呢 好 我跟你讲 其实所有的鱼都一样 真的 脂肪酸最高 奥米加酸最高的地方 第一个是鱼眼睛 第二个是鱼肚 第三个是这里 这样子 鱼尾巴最少 对不对 然后这是二 对不对 然后这三 所以我们鱼眼睛最多 附近鱼眼睛周围 所有的鱼都这样子 鱼头跟鱼眼睛部分 含有的鱼的脂肪量是最高的 不过建议大家一个小心一个地方 我常常看到很多 到日本去旅游 因为台湾很喜欢去日本旅游 然后他就有三大保健食品 一个叫眼窝油对不对 很多人就买啊 眼窝他就是很珍贵啊 你看一个圆的眼窝多大 对不对 那做成眼窝油一瓶 哇 那可能要几万只鱼 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能买 为什么 这个重金属的问题 因为你要做眼窝油的鱼 其实都不是那么小的鱼 他是大鱼 大鱼才有那么大的眼窝 才有这么大的眼窝 其实鱼油所在的地方 也是风险所在的地方 了解 因为举个例子来讲 像狗 打击狗 大耀性多练本 在鱼头的含量 如果他有的话 他在鱼头含量也最高 哦 所以这个答案呢 应该是鱼眼的周围 对 对 其次是鱼度 对不对 对 那同学有的写鱼度是对的 鱼度也算对了 因为我觉得鱼眼的周围固然比较多 但他因为部位比较小 对不对 那我们吃到鱼度的话 可能吃到那个A3的量 可能比较多一点 鱼度比较油油的 所以吃一点鱼度 对啊 油比较多了 所以志福你看 那个爷爷奶奶都教孙子说 吃麦粥了 够口侃 从小都会这个 都会留着那个眼睛 给那个孙子吃 你会发现 所以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自古以来是以行不行 这个地方是对的 对 有些地方是不对 那通常之前抢着吃鱼尾巴 他们都会做那一口最后 我也是抢吃鱼尾巴的 我好喜欢吃鱼尾巴 但是现在聪明还不及那些油伤 但是鱼尾巴有什么好吃的 对 真的 鱼尾巴肉很多 然后刺通常很少 刺很少嘛 我都是吃鱼头的 对 你都吃鱼头 真的 胶子比较多 那你会当油伤 对 然后你的重金属污染也最多 不是 重点是我要当有良心的油伤 对 这很重要 好 那第三个这个超级防癌的好食材是海菜类 那就很多了 海带 海苔 还有这个海藻类 就蛮多的嘛 那他们最主要富含什么呢 有海藻酸钠 维生素A1还有C 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有膳食纤维生素A还有B群 C1 铁点 钙铭 所以这个海菜类的食物呢 其实是蛮好的食物的 蛮好的食物 那接下来问同学 我们常见干燥的海菜类食材的表面有没有 例如像海带啊等等 有白色的粉末哦 对的 请问那是什么 1 白梨芦醇 2 甘露糖醇 3 骨光甘态 4 海藻酸钠 好难哦 好难哦 这题研究所及的 都押韵了都四个字 如果跟海洋结合要算选四 对 可是 1 白梨芦醇 2 甘露糖醇 3 骨光甘态 4 海藻酸钠 那个白白的 应该是蛮有营养的 好 肃清达3 骨光甘态 好 这个达4 海藻酸钠 4 海藻酸钠 有什么依据吗 还是 白梨芦醇应该是红葡萄 对红酒的 那海藻酸钠 如果它刚好就是海藻酸钠 不是就太弱吗 就这么好选 所以我要选不一样 所以你看我大的写3 小的写2 所以古关甘态 这很会考试哦 这很会考试 好 那这个请问三位老师 告诉我们这个海菜 海带 表面那个白白的 应该是蛮有营养的 对不对 我们知道像水果 海在上面有白粉 对不对 或者是果粉 对 那海带难道是海带粉吗 到底是什么成分呢 好 好 潘老师写出来的是 甘露糖醇 全部都是22 是甘露糖醇 潘老师告诉我们 为什么是甘露糖醇 甘露糖醇有什么功能呢 还不是我们刚刚讲的海藻酸钠 我大概没有办法讲它 为什么是甘露糖醇 它就是甘露糖醇 但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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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有一些方法可以猜 猜的 因为它是属于那个海藻的胶质类的物质 属于多糖体 多糖 算是膳食纤维类的东西 所以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看 它应该就是有个糖字在这边 也只是说这个糖 它它写 因为如果你写成这个九字边的糖 可能更容易拆 那你像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化学物质 这些白黎乳醇 骨光甘胎 海藻酸钠 都是化学物质了 所以这些是它的成分 成分是存在整个海菜里面的成分 那这个呢 是一个物质 就是那个白色的点 所以不一样 这几个是物质 这个就是那个东西 那这个多糖体呢 或者膳食纤维呢 或者藻礁都对呢 他呢可以怎么样呢 他可以在身体里面 当然可以帮你很多忙 因为他本身 他是在肠道是不会吸收的 那他可以在身体里面 他就可以帮你 比如说排便顺畅 或者把很多的这种 这个毒素呢 把它抓住 然后排掉 当然接着他可以 比如说降胆固醇 降三酸甘油脂 因为就有点类似膳食纤维类的东西 但是由于他呢 这个藻礁类的东西 因为他 他这个旁边 因为他这个藻礁类的东西 他还是很复杂的 他还有别的藻礁类的东西 在旁边 他还有很多抗癌的成分在 比如说像你们刚刚提到的 那个荷藻糖胶 对 他有一个荷藻糖胶 这个也是胶质类的 所以你其实在他这个表面 你并不能够很容易说 把它分得那么开 比如说这个甘露糖醇 比如说荷藻糖胶 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开 就其实你那年年的一挂都在里面 都是在里面 全部都在里面了 了解 所以我们外表看起来呢 我们说你这个荷藻糖胶 潘老师说很好 对不对 我们也不用担心 你看海带就有了 因为海带黑黑的 蓝蓝绿绿的对不对 他是荷藻 他是荷藻类的 那荷藻就有荷藻糖胶 所以我们是吃得到的 那荷藻糖胶 增强免疫力 对不对 还有这个抑制癌细胞血管的增生 所以换句话说是都不错的 所以像海菜类啊 海藻类啊 我们是可以多吃的 那今天明文老师就有带 自制海苔酱 我们也可以自己做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海带染色 对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算海岛国家 其实海菜类 其实蛮丰富的 只是说普遍大家都吃的 这个种类跟那个数量都不足 对 那刚才表面这个白白就是像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 那这个或许不大明显 但是大家另外一个食物比较明显 像这个时候是产鸡 就是那个柿饼 柿饼 你看柿子你把它晒干 它表面很明显 白白的 像我这一根啊 这个白白的很多 那其实它就是一种 类似糖类 多糖类的东西 它也是一种类似带糖 它也是甘露糖醇 甘露糖醇 所以水果的果粉也是甘露糖醇 所以柿子那个柿霜就是 甘露糖醇 所以柿霜也是一种中药 那你现在发现 其实它就是甘露糖醇 好东西 对 那我把它写一下给大家知道一下 其实做这个海苔醬 其实蛮方便的 全家大小 而且牙口不好的人 多吃海苔醬 而且是全食物 因为一般我发现 很多人用这个昆布 都有一个小缺点 都是熬一熬以后 这昆布其实就扔了 你只有拿那个汤底来煮东西 其实我建议大家 我们可以用两片这个昆布 大概这样两片 我们把它泡开 那也建议大家不要搓洗 不要搓洗 不要沖水就好 因为你越泡 它胶子一直出来 有时候我们泡完 你会拿起来 会一直滴下来的 所以我讲你一直搓 就跟洗黑豆 你不可能把它洗到变白 清水一样 所以不要去把它过度搓 你叫表面把它洗干净之后 你把它泡开 我们用两片 大概加海苔 这种两海苔 海苔是为了调味 对 两片海苔 那加600cc的水 那我会建议大家可以用 如果味道更好 就用干香菇 干香菇洗干净 泡那个600cc的水 把那个水当汤底 一起下去熬 那我们泡开的这个昆布 跟这个海苔 还有海带牙 海带牙我用一小把 10公克泡开以后 我们用果汁机把它打一下 把它打碎以后 再加上这个香菇水 再加一点87的酱油 跟大概60公克的糖 我们把它一起下去熬煮以后 煮出来就是像这样子 我们把它煮出来以后 就可以把它装在这个瓶子里面 拌饭拌蜜 对 你要吃什么东西都可以用 这样还不会只有熬那个汤底 来用也很浪费 还有一个这样的话也避免小孩子吃海苔 其实太咸 海苔之前有海苔的问题 所以我们只是用两片海苔来调味 那主要还是以昆布跟海带牙 甚至有的妈妈比较 也可以利用别的东西 像我刚才讲有红海藻类的 什么海燕窝 海珊瑚 或者是法菜 对 都可以 所以这个是明永老师介绍的 DIY的这个海苔酱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 下一个又是什么呢 下一个抗海食物是这个 苦茶油 我现在非常的热门 其实上它是非常好的食材 它主要是脂肪酸维生素C1 还有很多的多酚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苦茶 这个油茶树 都好漂亮 红的 黄的 这个绿的 对 各种不同的品种 榨出来的油 榨出来的油 味道也不一样 对 颜色也不太一样 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天然的 那潘老师来告诉我们 苦茶油它最主要你看 它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我们都强调说这个可以多吃一点 对不对 那苦茶油比橄榄油 芥花油 棕榈油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百分比还要高 那你可以看到呢 在苦茶油里面来看 它最大的比例是单元不饱和 但你单元不饱和吃了这么多 但我们却认为说多元不饱和也要吃 也要 所以才会强调说 你不能单吃一种油嘛 你单吃一种油的话 全部都是单元不饱和 我们晚上可以看得到 你比如像葡萄籽油 葡萄籽油 比如说葡萄油 对不对 大豆沙拉油 这种就是属于多元不饱和 所以其实这两个应该要交叉的 这要交叉的吃嘛 那饱和现在我们是很讨厌它嘛 所以你就尽量少吃饱和 但是问题是 你在吃各种油的时候 你都会吃到饱和 也吃到了啦 所以才我们才说呢 既然你的饱和并不那么喜欢 再加上你吃任何油的时候 也都会吃到饱和 所以我们才讲说那你动物性的油脂 就尽量不要加了 因为为什么你吃肉的时候 就吃到这么多的油 所以不要在任何烹调里面 再加饱和油 的原因是在这里 因为它已经够了 那但是呢 如果你有机会加油的时候 如果你是尽量 从少油方向来看的话呢 那你吃东西已经都偏蔬果 那这个动物都少的话 那你就已经都吃到那种好的油了 可是如果一旦你还需要加 如果一旦要加的话呢 这时候呢 就往这边加了 就往植物油这边加了 而加的时候呢 是交错加 交错 就是有的时候用这个 所谓的 你看这 你看这几个是一类的喔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看好 这是一类的油 苦茶油 橄榄油 芥花油 这是一类的 这三种油是同一类的 都是单元很高的 对 那么多元比较高的 就葵花油 大豆油葡萄油 这是一类的 对 所以你就可以用这个 那当然就是说这中间有几个比较有趣的 比如说以花生油来讲 其实它是蛮平均的 平均 但是它平均之后会不好的原因是 因为它的饱和度比较高 所以我们并不喜欢这个 看到了没 看到了没 所以我们因为不喜欢这个 所以我们一般不建议你用猪油或牛油 不喜欢这样子 所以你会往往上下偏 所以你就会要上三种或下三种 下去或就对了 就对了 对 就对了 来 另外一个部分 古茶油有一个特殊的优点 是非常适合中式的喷的原因 是因为它发烟点是非常高 它发烟点到两百五十二度 怎么这么高 几乎可以经得起你油炸 而不会容易变质 那同时我要提醒大家一点 我们所有的基础研究 动物研究 你有很多理论提出来 比如说我们要多吃不饱和等等 来讲很多 不过现在有一个叫做猪油悖论 什么叫猪油悖论 因为猪油在台湾至少做过一百年 一千万人的临床试验 证实他没有增加 冠状动脉心脏病 对不对 可是我们自从把猪油洋气之后 我们都吃植物油 吃植物油之后 我们的冠状动脉心脏病 其实很多 当然你可以说不只是油的问题 对对不对 有人甚至提出运动问题 其实我跟你讲 我爸爸那一代的人 除了工作之外也没有在运动 就是劳动 对劳动 而且劳动也没有太大劳动 因为我们住在都市 我们也不种田 饮食没有稀化那么多 可是因为时代不一样 我们吃太多垃圾食物了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就是说其实 可能要反思一下说到底 我们今天所讲的理论 是不是正确的 因为你如果跟能力实验结果不吻合 其实你要是要想办法 你解释人体实验的结果 也就是说您的意思说 猪油我们台湾吃了很久很久 对 而且人好很多 当时我们副植被 他的心血管疾病 并没有那么多 很低 而且那时候猪油 比较没有污染 杂七杂八油以后 反而心血管疾病增加 但我觉得还是要怪我们自己 对 我们在嘴巴可能乱吃的成分 而且我觉得还是少油一点 对 当然 如果真的要用油的话 你看潘老师帮我们分这两大类 是蛮不错的 所以这个专家就说我们家里要有三瓶油 不是一瓶到底 不是说苦茶油好 我家里就摆这一瓶 不是的 也要有葵花油 葡萄籽油 沙拉油等等 来调和一下 那最后一个抗癌食材究竟是什么呢 广告回来就告诉你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好我们刚介绍了茶叶 青鱼海菜跟苦茶油 都是超级防癌好食材 那最后一个是鸡肉 为什么是鸡肉呢 鸡肉你看它有这个鸡蛋 假鸡蛋还有C 这个主要是防癌的成分很重要 对 那张医师我们这个鸡肉是防癌食物 C 尤其他里面含这个C C C是所有的防癌的东西里面最广泛的 它对大部分的癌症都有抑制的效果 那我们很多食物里面的C量 其实很低 对 那土地的C量 目前种植出来的植物的C量也都低 所以鸡肉就是一个很好的C的社企来源 真的 它说非常广泛的 你要全身到头的一堆癌症 它都可以抑制它 这样子 其实C在那个 记得吗 我们去美国的时候有一对巴西豆姐妹 送我们巴西豆 有没有 它这个C就很丰富 植物里面巴西豆算很高 巴西豆是高的 一片一棵好像就够了 对 对 没错 所以换句话说 这五个超级防癌好食材 我们平常配适量的知识 对 注意一下这些 不要每天都只有看到油 对不对 其实很多东西好东西是不错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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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是 谢谢 人 的